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建会的暴力对决 关联方是熊丽团队 对面是熊无敌的散工团队 熊丽玩了几天其他物理系以后 最终还是得回到自己的师傅 其他物理系是真不好招 他现在就想告一个利弗 实在是搞不到 那关联方这边是 双雪什么一师傅化身 加利弗的组合 开了一把虎阵 熊丽那边上的是 凌波师傅九离城 化身加利弗 现在也是 尝试的用九离城去打一个三宫队 关联方虎阵也是极限纳克对面封阵 10% 看场地一回合先点一个凌波城 给对面九离城是 变了一张高级飞行卡片 高级飞行卡片的话 就是直接 一边一个打三个 高级飞行卡片的话 就卡古龙丹 不会进入一个催眠状态 关联方这边就给了一把血雨 想点倒凌波城 这样得不偿 是凌波城还出手了 算是虎阵啊 但关联方这边还是拿到了一个激素 让对面凌波城最后飞出来了 关联方叶罗刹 他是一个不胜啊 全全飞了 这波开场兄弟血亏啊 如果能把这凌波点死也算啊 最终看一下这手金石啊 能不能把凌波城杀掉 天下宝货没杀掉 快战方亏了 而且是亏麻了 看看后续节奏会不会好一点吧 再来一个金青 射身卷翼 小爽再点九离城 小爽也没挂中 换须迷 因为九离城他没什么抗想 点九离城比较容易 关联方这边 既想点凌波 又想杀九离城 两个宝宝 再给石头一把破碎 换个须迷 九离城倒地 但小爽开场他没挂中啊 刚才他没挂中 也麻烦 没挂中小死亡 直接强拉 石头也触发了一把青蛇 踩他 小爽再点九离 就拿九离城当菜切了 直接带走 终于也算叠死了一个回篮 因为他上一回合破碎了 其实上一回合破碎没什么价值吧 破碎这玩意儿当前回合价值比较高 上一回合关联方师傅休息 他肯定是起不了飞的呀 上一回合破碎没意义啊 也不能说没意义吧 作用不大 作用不大 斜到射火身上 那应该就没什么威力了 比丁也被开飞了 这难受的呀 团圆三走起 射身 小爽再点石头 感觉这回应该差不多吧 换须米 只能换须米啊 还没打着 团圆红什么意思 自自自自自动了 兄弟还有这一出呢 野兽之力补上 因为连续两回合平 咱们看一下这回合怎么样 再来一个血雨 其他人都在啊 现在就看石头领了 再换须米啊 这伤害有点恐怖的 石头林回来了 来了一把疯狂阴阶 这虎头加达克的石头 威力太足了 这都两回合相当于少飞了一次 因为石头林飞完还得休息一回合 那你相当于是少飞了一次 还行吗 少飞一次 把对面石头带走 再换一把金鲸 冠斗黄直接走 再换薰米强压 再换 对面九黎城也可以拉起来了 九黎城在三宫队里边感觉一满满满 效果 反正不如地不多 最近几天 看下来感觉着不如地不多 赤金洗澡 冠斗黄一把磁横救起来 再招 两千两千五 这人物如果能把化神寺带走 这可就香了 这可就有点味道了 精进了 又是一把破碎 这石头又没来了 七千三 天石头看来 对面如果这回我再给你来 不对人都麻了 人又苦了 人解封印 看化神死被挂小索吗 确实比较危险 一旦观察风化神死 如果终于敲爽倒地 兄弟是真打不了了 现在还能打 有的追的 酒离城有人管没人管 拉起酒离城 赶紧过来削两刀吗 要把宝宝削掉 流云不上 再换寻民 石头领 小索 有个能不能又是一把索 再换 有机会打 石头 石头继续 163 卡了一个武龙 哎呀 这奇差一招啊 化神死这边人心叠的也不错啊 已经是有五层的人心了 这回忽量很吓人的 再亲宝宝 这九龄神就是过来亲宝宝的 哎 就是过来亲宝宝 反正熊弟的宝宝全 全是一老虎啊 反正要不神要不背 再换寻民 但这个时候石头领已经把小藏解掉了 倒地了也无所谓了 打实战嘛 三公队都无所谓了 直接劈死地图 嗯 还得挂小死 再把对面的九离城点一点啊 现在地图倒地 观众方场上又没有签索 小死亡没法挂呀 这 又是一把死亡 给石头卡了一个五龙三 还是继续防对面的小死亡 毕竟观众方石头速度慢 只要对面打面伤的话 还是可以把石头打开的 看石头休息的不一定打得开吧 看一下 哎 可以 可以能打开的 能打开的话 这五龙丹卡的就无所谓了 顶着163 伤害会高一些 你看这小伤害啊 主要是 主要是再这么打下去 观众方可能宝宝不太够用了呀 那宝宝飞得太快了 一会儿就剩下雪宝宝了 居民 被轻得七七八八了 效力藏刀 再给化身色 对面现在是 抢到的一素 观众方化身色 我看干啥了 吃好了啊 就雪神木的 没吃出来 再消宝宝 三黄金面神妖了 化身 化身色 也快被砍死了 在酒离成破163 厉害 光光一顿砍 每一刀都能破163 这玩意儿破163厉害 再换居民 之所以就剩下俩宝宝了 男雪什么就剩下一个了 女雪什么就剩下三个了 十一回合 你想想这才十一回合 这宝宝消耗太快了 怎么感觉好像三宫队啊 他们这些暴力团队 打十个回合 就感觉很漫长 总感觉打了好长时间了 你就像他们豪门打PK啊 这十回合估计特技还没补完呢 什么流云呀 凝枝呀 碎甲呀 放下呀 小李呀 光辉呀 这十回合特技还没补完呢 还没开打呢 这三宫队感觉都打了好长时间了 破掉队阶精神 在消地府 又是一把破碎 关键这边的石头破碎 算是吃的饱饱的 主要打到后边 关键凤地府的节奏 他也不好 地府节奏不好 他就不好挂 这个小丑 而且行李出宝宝宝 多是以虚迷为主 没有前排的宝宝在前面给扛着 被烦死了 在校里给 雪神墨 雪神墨赶紧招 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招这些归宿呀 高速的雪宝宝了 为了下一步 刺行去做一个准备 没打飞 换孩子 换须米 超级奔雷咒 出甲四千一 赶紧抢速度 现在关键凤还没速度呢 这早上年还不好吃了 赶紧丢一个 把速度抢一抢 凌智术一丢下回合 关键凤应该是有益素了吧 拉起划身四 还是没益素啊 咱有一说一的关键方法 还是没益素 还自动了 酒没偷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偷不偷得出来 这也打不过了 是真打不过 但咱里有理由啊 自动的两个回合 打不过应该了吧 这种PTA两回合很关键的 这都是伏笔 都是伏笔 鬼眼打起来 墨镜加上 拜拜 你说说 这个是伏笔 的是伏笔